大家好,欢迎收看real.js从入门到实战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下real.js的state的用法 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real.js的probs state和probs呢,这两个概念是比较类似 但是在使用上使用的具体情况呢,以及用法上 用法上可能还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但是在使用的情况下呢,使用的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些差别的,这个还是要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probs的用法呢,因为是这个 要讲的内容会比较偏多一点 所以呢,我们准备分成两节课来讲 分成两小节课来讲 这节课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基本介绍 使用,以及这个和state的区别 这个probs的呢,如果时间够的话 会先讲几个,不够的话呢,会放到下节课来讲 首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结合具体的实例来讲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real.js呢 先开个文件,上课之后讲的那种 因为我们知道real.js呢,它提倡的是一个这个 数据的单向流动性 数据单向流动性 那么就会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数据是如何流动的呢 是借助于什么样的方式来流动的呢 因为我们前两节课 已经一再提到了这个owner的概念 owner和parent的区别 那么我们主要着重是讲这个owner owner概念 那么在数据的流动的时候呢 代下流动的时候呢 主要是从这个拥有者 然后向他的自己不断的流动 那么这个主要流动方式呢 就是通过这个profs的用法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边的一个hello组件 特别简单 我讲的这个这几个例子呢 可能会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每一只可使用例子 好像都差不太多 而且都是这种比较偏向于 这个简单一点的 因为这个大家需要 就是先提前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每节课的时间呢 一般是控制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如果说拿的例子 特别这个有点复杂性的话呢 就需要先从头 首先这个从第一行代码 然后一直爬 直到最后 可能就需要先花了几分钟时间 而每节课在讲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不止一个例子 一般会需要这个 三到四个甚至有时候像 像这个里边用到了 12345678个例子 如果是八个例子 每一个例子给你两分钟的约多时间 那我们基本上这节课 什么都不用干了 只需要这个看完代码 什么知识也不用讲了 就已经过完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是尽量拿这种比较简单的例子 然后直接让大家来认识这种知识点 那么再回头呢 回头呢 会有一些这个 比较这个专门的课程 然后来讲这个具体的例子 到时候会这个 带着大家就是一行一行代码的来读 解读为什么那么写 然后这个具体就是什么含义这样 那么回到这节课 我们来讲这个profs 这时候定义了一个合同组件 首先这个getDefaultProfs 这节课和我们上节课看到的 那个在定义组件的时候 这个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有这种getInitialState getDefaultProfs 这种函数呢 主要是用了这个带组件 初始化的时候呢 初始化的时候调用 而且是只调用了一次 那么具体在哪个 在组件哪个生命周期调用的呢 我们在讲组件 生命周期的时候会讲到 调用了一次 然后给它复制了一个profs 它的默认值是default 然后在render的时候呢 直接通过profs.name 获取到这个值 然后展示 Plus6Basic 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的运行结果呢 就是一个 Hello Default 那么如果说 如果说你在使用的时候 直接去修改它的概念 直接去修改这个 有owner传递过来的这个 profs里边的值 结果会如何呢 它告诉你说 不能对只读的属性 name来复制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你在 接收有它的owner 传递过来的属性的时候 这些值是只读的 那么就这样呢 就保证了这个数据呢 你至少在显示的方式上 它是一种单向流动的 让owner直接传递过来 并且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来直接修改的 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要实现这种这个数据的 有有这个自作件 像owner的这种传递和传输怎么办呢 我们待会儿讲到这个 数据的传递流动的时候呢 在讲到数据的传递流动的时候 会讲一下这个使用方法 具体怎么来做 那么你在 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可能会觉得刚才的例子 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 一个从外层传递过来 毕竟这个还是只有一个default 传递过来的这个值 觉得好像用起来特别 这个例子特别特别的简单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稍微 增加了一层owner的这个用法 再看一下这个例子 定义了一个乔的组件 乔的组件的真的 还说呢 只是 把这个传递的fullname 给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full组件是如何定义的呢 react cloud class add family name 自定一个函数 Render的时候呢 div里边 也用了child的组件 并且传递了一个fullname 那么fullname里边传递的这个值呢 它是调用add family name 来增加的 它的参数呢 是由这个外界 来传递的这个 传给它的这个props里边的 name 这个值 然后同时呢 为了这个 使用受方便 我们把原始的值也直接传递下去了 那么这个卡数呢 主要是用来给它增加了一个 姓名 姓什么 姓氏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简单来说 它的数据流就是 外界传递了一个name 然后在副组件当中 对这个name 啪啪做了一些改变 然后新建了一个props props的属性 然后继续向下传递 在此图件当中呢 指示了作为一个展示 这就是经过了两层的这个props 这个运行结果呢 大家看代码 也就差不多了 这个确实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呢 尽量能养成这个这种习惯 接触栓性先开线代码 然后有一个大概的 这个预计代码运行结果 是什么样的 输出结果是什么样的 然后在实际运行 看看它是否和自己的 这个预想当中状态 是否是一致的 那么这种预想的方式呢 能够帮助大家 能更快地学习 例子特别简单 输出也是我们这个 想象当中的 就是直接hello叫什么这个name 那么这里边呢 要主一两个点 首先是 你在经过两层传递的时候 尽量把这种 你需要传递给下一层的 这个属性 要显示的写出来 如果是这种 要经过处理的话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最好不要 如果说是同一个名字 只是做了一个处理 那你也不要直接 把它这个名字 来更改 因为你在寻找的时候 很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name 和你最后传递这个name是一样的 会产生这种物件 但实际结果不一样 因为这有了一个处理函数 你没有注意到 很有可能会这个让自己在之后阅读的时候 产生 这个 有坑 没注意到 或者是让其他人没有注意到 所以一般情况下 那个 如果是有改变 一定要换一个名字 但是即便是没有改变 你要把这个显示 把这个传递过来的 这个pros里边的属性名 要显示的传递下去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下去的 注意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说一下这个state和这个pros之间的这个差别 这个呢 在刚才也是和这个和这个和和大家已经有说过了 这个state在上一期课我们有提到了 这会儿我们再重新来这个来这个复习一下 首先来说state主要是用来干嘛的呢 state主要是用来存储本组件内的本组件内的数据 或者说有一个这个相对封闭的单元 或者结构 结构的数据状态等等信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把这个steam一个set 并且把这个数据 把这些数据存到当中去 但是我们刚刚也说提倡 就是说尽量的这种组件呢 是处于 组件是处于这种无状态的 无状态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种状态 说起来一点拗口啊 无状态的这么一种状态 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说你这种数据流向 尽量简单 每一个数据 每一个这个组件尽量不保存 不保存自己要使用数据 而是尽量通过这种 Profs来传递的方式 从上层来获取它的数据 从上层来获取它的数据 而这个Profs呢 它主要担任的一个作用就是 组件之间的数据流动了 这么一个角色 而这个流动性呢 是单向的 从owner 向子组件 向子组件流动的 那么这首就是说 我有一个owner 在哪 在其中定义了 一个state 然后里边 好好好 有一堆数据 这时候呢 在它不同的自作件当中 自作件1 自作件2 自作件3等等 你都可以说传递的时候通过这种 我们知道这个Proper可以简单 就是理解为它的这个属性 Property Property 比方说这个定义这个Property1 等于这个state点这个 一个K 然后传递给自作件2 是一个Property2 自作件3 是一个Property3 就是通过这种 针对不同的自作件 然后你传递不同的属性 而这些属性呢 都是来自于它的一个 同一个owner c当中的数据 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 这个每个自作件 它可能本身就不需要 再去存这种 state 然后直接保证了它的这个 无状态性 这样呢 可以让这个 结构更简单一些 并且在这个理解上 和我们才构造这个 组件的这个迭代层 迭代层级啊什么的 会更简单一点 我们返回来看这个例子 我们直接看这个扔点存着点来看 它使用了一个HALO组件 传选了一个NAME的属性 WORD 然后这个HALO组件呢 GetInitialState 设置了一个原始的状态 状态里包括两个属性 TIME和COLOR 然后这个TIME呢 是直接获取创建时候的时间 然后仅仅是一个自定义函数 TIME和COLOR 然后RENDER RENDER的方法里面呢 它除了有些原生的填料之外 又引用了一个封装的组件 叫做MESSAGE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它在SAMM表圈上绑定了一个Click函数 每次点击的时候呢 是调用COLOR 然后这个OWNER NAME呢 它直接是从PROPS里来获取的 然后在这个MESSAGE里面呢 它传递了一个这个MASTER 但是MASTER本质上 它也是这个传递进来的这个NAME值 这个就是大家刚刚要说的这个 如果说有些值 你是可以直接通过PROPS来取的 上一节我们提到了 提到了这个使用State的一些情况 其中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这些值是从PROPS里是可以获取的 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把它称到这个State当中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你完全可以从PROPS当中来获取的 那你就不必要写到这个State里面 然后定理这个Time Time是从这个当前的组件当中获取的 然后COLOR也是 这会儿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组件呢 它的COLOR改变是在Hello组件当中 但是它的使用是在它的子组件当中使用的 那么在这个MASTER组件当中呢 它定义了这个在State当中 它使用了这种办法来调用 然后COLORNAME 然后加上这个传递过来Time 然后加上COLOR 这块style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在这个 之前写这个之前写这个内联的CSG样式的时候都是直接这个style 比方说COLOR等于一个什么ABCD 然后再加上这个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个放size 比方说这个 就放size 把它把它其他一堆属性 是这个这么来使用 但是呢 但是你在这个使用 你在使用realize的时候传递style 它是通过两个大口号 传递两个大口号 然后其中来存放你所这个要写的属性 是这么来用的 并且你如果说 为什么是两个大口号 比如说这个里边 放size 定义超20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没有第二个大口号会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style的这个用法 是realize的一个这个 一般是style 就是这种用法呢 它在realize里边用的比较多 如果没有注意到 它有可能会产生我们这个不可预料的错误 看一下这个值 因为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你在点击上面这行字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颜色值改变 并且传递到下面去 你点击 把它改成绿色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改变 而如果是这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值是改变了 但是它这个style为什么没有生效呢 这个就是大家刚刚 我跟大家刚刚提到的 说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大口号 两个大口号的意思 是因为它在使用的时候 一个大口号里边可以添加多个 这种大口号 而这种大口号呢 你可以是自己自定义写的 或者是你在外层 比方说这个 你给它定义一个这个 定义一个这个style 一个对象 比方说color 是这种吧 是这种吧 而为什么刚才的值 它没有变绿的呢 明明其实说这个color 确实是变成绿色了 但是它这个却没有生效 这个就是因为说 你在两个大口号里边都使用的时候 它第二个大口号会把第一个大口号里边的值给覆盖掉 那么这时候同学可能会问了 我第二个里边没有定义color 为什么会把第一个color给覆盖掉呢 这是因为 对于你定义了的属性 它会直接覆盖 对于你没有定义的属性 它会采用默认的 然后在这个里边呢 就相当于说 就相当于它是这么干了 相当于第二个 右侧的右侧的是重要级更高的 它把左侧的这个color给覆盖掉 它相当于是这种状态 所以就会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幕 final size是改变了 但是它的这个color值并没有改变 而如果说只有一个大口号呢 那就不用说了 那就是正常状态 那就是正常状态 这一点在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更注意点 好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prop types 和这个prop children和结构 复制方向流动 等这些概念 这是有点最后的 我看这个prop可以不过 现在实际上这个prop就在准备了